父亲连夜赶到外地看望女儿 不曾想看到辛酸的一命 小小 你怎么在这儿 此时的承霄内心五味杂陈 只能强颜欢笑地继续工作 终感的理科 请往这边走 为了不让父亲担心 承霄只能谎称这是流动性学习 得知妈妈也赶了过来 她整个人都呆住了 当承霄垂头丧气地回到出租屋时 妈妈早就一副心事问罪的态度 因为在承霄回来之前 妈妈就在她的房间翻出了地勤手册 猜到了承霄调到了地勤步 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 不 我不会辞职的 你别想控制我 母女俩吵得不可开交 最终以承霄福气离开收场 父亲知道女儿被降职 还被妈妈不理解 心情肯定很不好 于是便找承霄谈心 面对父亲的关心 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从小就向往南天的承霄 梦想就是成为飞行员 然而身为律师的妈妈 一心想让她上法学院 甚至擅自改了女儿的高考志愿 摊上这么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妈妈 才导致承霄如此叛逆 最终还是女儿奴的父亲偷偷瞒着妻子 才帮承霄转学到了飞行学院 回想其往事 承霄的心里五味杂陈 顾向父亲失望的她 第二天一早便找到公司高层 想申请调回飞行部 没想到高层一推256 直接把球踢给了顾南亭 颠倒是非的说事 顾南亭不让她回飞行部 这让承霄很是生气 但也只能信心离开 当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时 顾南亭好巧不巧地打来了电话 这让本就在气头上的承霄 直接把她的电话拉进了小黑屋 满肚子委屈的承霄 来到领导开的酒吧借酒消愁 领导看着眼前的小女孩 不免有些同情她的遭遇 便给自己的徒弟顾南亭发了短信 当顾南亭赶来时 看到正在发呆的承霄 她也不忍进去打扰 索性就在车里等着 等到酒馆都打烊了 也没见承霄出来 好奇的顾南亭走了进去 才发现承霄已经睡着了 直男脾气的她 打算坐在板凳上的她醒来 眼瞅着天都快亮了 承霄也没有醒的动静 顾南亭默默地把外套给她披上 承霄一早醒来 从服务员口中得知顾南亭来过 看着身上的外套 她可不觉得顾南亭